手牙引端到客人手上前 最后一步进入风口机风膜 不过这薄薄一层膜 隐藏产业竞争关系和健康学问 实际询问在台湾生产风膜的业者 这一行其实叫做才艺业 业者补充近两年大陆的厂商竞争激烈 触角升到台湾 台路风膜的价差 以一卷3000杯的公版饮料风膜 出厂的价格台湾大约300块 大陆生产大约200到250块 但是如果打开知名的网购平台 搜寻饮料风膜价格落差会更大 如果是内地出厂的价格 大概就平均抓到两成左右 越简单的东西 跟我们的对比又会接近一点 前面压不过大陆 但台厂制作风膜 必须经过我国SGS等相关检验 确保使用的材质和耐热温度符合规定 不会对人体有害 相对网购进口产品 难保都有检验合格 你的风膜的原膜 有没有经过SGS的认证 对 那个基本上就是每年我们都会去做 如果使用来路不明的风膜 会怕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产生塑化剂 而塑化剂是一种女性荷尔蒙 它长期的使用可能会造成 妇女产生乳癌 子宫内膜癌 而女性的幼童的话 可能会造成乳房提早发育 或者是性早熟 一时也补充如果是怀孕妇女过度使用到塑化剂 也会影响新生儿发育 电视频宣传君彦卢卫星台中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